川普律师团19号记者会大量证据指控民主党操控选举舞弊涉及政变 尤其道明尼投票机票软帖涉及委内瑞拉古巴中共与民主党金主 但大媒体却不相称的近乎沉默或继续坚称川普证据不够 要制造这样一个选举系统对这种国家来讲是一定有难度的 美国的民主正在受到各方的攻击危机是在但是转机也是在这里 政治爱国者不是建制派所封的王也不是媒体所说的 我们必须要有所觉醒我们必须要在思想上面或是行动上面 来帮助美国的人重新找到自己的良心以及自己的良善的制度 上周六全美50周民众同步上街 50万人在华府听川普调查选举舞弊捍卫宪法价值 许多民众质疑有深层政府华盛顿沼泽 但大媒体忽视游行继续一面倒批川普 不过拉斯穆森中旬公布民调 川普工作满意度达50%创下7个月来新功 7成共和党选民 2成4民主党选民 3成9没有特定倾向选民 认为大量邮寄选票带来更多舞弊 这股民气与川普现象有可能修补重塑美国吗 等于或者说再来一次文艺复兴 或者说可能是这样子 竞选过程中间包括他染疫 然后就是竞选战斗不屑 然后呢号召说要清华盛顿沼泽 到了建制派这些所有的这个对他的攻击跟敌对 还有这个主流媒体 还有平台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表现 再再证实了他的敌人是真实存在 而且是真实的非常的deep 非常的深 所以他是一个有社会基础的一个川普现象 这些选民值得被听到 而不是被污名化成为草根或是民粹 林宝华认为中共长期渗透美国 可能包括国务院国防与情报系统 川普政府国务院最近发表中国因素报告 十项建议方案之一 就是重建一个了解中共的美国公务员队伍 这是一项革命性措施 美国跟中国的关系要求看行动 被骗了几十年你现在还想跟他对话 你还相信他吗 谁跟共产党接触多了 谁都要变坏 新大人演的电视违国联众议 台湾台北报道 这是借构性的舞弊